買法拍 晉升縣城包租公 投報率達3.4% 司法院法拍屋最新公告 北市中山吉林路公寓3樓 在本月19日進行法拍 底價1293萬點交 物件占物人為中南 屋林45年被隔成4套房 每月租金共37200元 年租金能收446400元 若以一拍底價入手 租金投報率達3.4% 會 應該第一拍就會下手 想要當包租婆 我不會 我比較不會去投資跟計算 真的要精打計算 毕竟千萬不是小數目 專家分析 物件23坪換算單價約56萬 一拍底價單坪56萬 其實不便宜 因此在一拍的時候 對消費者而言誘因並不大 與市場行情差不多 但屋林老舊 在考慮貸款 準修 精算投報率就會再下修 估計要等到第二拍打八折時 才會吸引到一些投資的族群出手 但若進入第二拍 屋價打八折降到1035萬 投報率就會再上升到4.3% 再下手比較划算 另外同東四樓也被法拍 底價29萬不點交 一樣是中南所有 隔四套房但僅有七分之一持分 月總租金收入35900元 雖可收取七分之一租金 那沒有土地的非完整池分物件呢 一般來說投資民眾是嫌少 會有興趣的 不過池分不完整 須與其他共友人協調 程序複雜 不建議一般民眾入手 我是郭台銘 政治要為經濟服務 媒體要為服務者忠實報導的服務 也是蘋果新聞網一貫的忠誌 所以蘋果新聞網是大家的好朋友 在一邊 多次一邊 跟你說一邊 旁邊 回去 Scott 感谢观看